今天是我们在这次一个月的游轮旅行中的 最后一次在游轮上的晚餐吧 本来我是答应了一个网友去拍一次 那个Curang Grill的收费餐厅的 但是呢可能我定位定晚了 结果最后几天全部满了 所以没办法我又定了这家意大利菜来 庆祝最后一天的旅行 这次的主菜我点的这个茄子还蛮好吃的 我老公的朋友是点的什么 我老公是点的那个什么鸡肉 我朋友是点的牛肉都还不错 这家意大利菜他们家最好吃的 我觉得还是甜品 甜品做的超级精致 然后我选吃他们家的combray 特别的那个湿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打包好了行李 然后下了游轮 我觉得蛮伤感的 虽然知道这仅仅是旅行中途的一个驿站而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感觉蛮依依不舍的 下了游轮我们打了一个google 花了180多将近190英镑左右 到了我们提前订好的温莎小镇的温莎城堡酒店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三点钟才能切个印 所以我们把行李计程好了之后就出来走一走 因为我们买的温莎城堡的门票是星期五的下午两点半 现在时间还早 然后酒店又不能切个印 所以我们就顺便到街上来找点吃的 在我们的酒店对面 然后温莎城堡的旁边 就一家那个什么中国手工面馆 我进来点的 我点了个牛肉面 我朋友他们点了个青汤面 还有他们还点了一个春卷 我老公就点了一个沙拉 然后我这个牛肉面还蛮好吃的 这个面特别筋道 真的是还蛮有惊喜的 这也是我这一个月的游人生活中第一次吃中餐吧 所以我吃的特别香 这个面条我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它的那个面条很筋道 然后那个里面的牛肉也很软弱 反正蛮合我的胃口的 吃完饭就大概两点多一点 就正好差不多到了我们的时间 我和我老公就拿着我们在网上实现预约好的那个预约单 来现场换票 如果你在现场买票的话 大概是33英镑一个人 我们因为是提前在网络上买的 所以便宜3块钱一个人 就是30块英镑一个人 我们四个人就是120英镑的门票 我觉得这个门票还是蛮值得的 确实这个温莎城堡 我觉得看下来还是蛮惊艳的 这个温莎城堡 距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它是哥特市的建筑 宏伟的石头城堡 一派英国乡村风光 其实英国除了南敦 其他地方都是很美很美的英国乡村风光 像油画一样的天空 虽然是他们这里很冷 但是真的是非常的美 因为雨水冲着的原因吧 到处都是绿的耀眼 温莎城堡的景点总共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玛丽皇后的王偶屋 然后就是国事厅 再就是圣乔治教堂 玛丽皇后的王偶屋排队的人最多 查票也很严格 进去可以看到全世界著名的王偶之家 它是以1比12的比例完美的复刻了王宫 据说这个王偶之家是玛丽皇后的母亲 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还是很值得进来看一下的 它整个景点的室内全部不让拍照的 包括玛丽皇后的王偶屋 国事厅还有圣乔治大教堂 里面全部不能拍照的 所以只能拍外面 现在画面上的这个建筑 就是圣乔治教堂 它里面很精美 建于14世纪是一座哥特式的建筑教堂 它也是英国王室的礼拜地点 很多王室成员的牧林都在这里 伊丽莎白二世 就是2022年去世的伊丽莎白女王 也埋葬在这个教堂 如果想要看卫兵换岗仪式的话 最好是买二世六的门票 我们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没有这个仪式的 虽然是没有看到皇家卫兵的换岗仪式 但是也能看到师兵们 穿着鲜艳的红色传统制服 头戴熊皮高帽 在这里所谓的城堡 温莎城堡也是已故的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最爱的城堡 她生前有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 都在温莎城堡里度过 上一次在伦敦的时候 我们去看了白金汉宫 没有看成温莎城堡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暑假吧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是住在这个温莎城堡的 她通常七月份的时候是关闭的 因为七月份的时候 英皇室的家庭团员 基本上都在这个温莎城堡里面度假 参观温莎城堡 可以体验一下当今英国王室的生活 可谓与王室近距离接触的最佳机会吧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欣赏温莎城堡 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堡的庄园 那个绿叶子的地方就是我们酒店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 这旁边这旁边就是温莎城堡 走过来三十秒 温莎城堡 走过来三十秒 就不要一分钟 今天是在温莎城堡的第二天 就在温莎这个小镇 我在那个城堡旁边的酒店 大概走路不到一分钟 在这待两个晚上 我朋友他们还有我老婆他们 都去那个看那个另外一个小镇 里面去看一个航空飞行吧 一个飞行表演 我没有兴趣 我一个人在酒店待待 等会下去在这个温莎小镇转一转 下去吃点 我看旁边有家中餐 下去吃一个中餐 我住的这个酒店我觉得还不错 价钱也不贵 200块还是周末 但他周边的酒店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的 还有更便宜的 酒店对面那条小巷子 大概走路不到一分钟 这个是酒店 我叫中国菜 就中国厨房 一四二三 我去试一下 看好不好吃 酒店门口一扎腿拉枪的警察 我老公他们九点半就出去了 我现在起来洗了个头 洗了个澡 现在十一条 去这家中国厨房 试一下看好不好吃 都在走路不到一分钟的距离 这个是温莎城堡 然后这个是酒店 这个是这家中国餐厅 我刚进去了一下 里面没有人 等会再进去 然后那家 昨天我拍的那家那个面店 就是那个手擀面的那家 那家也蛮好吃 那家也在那个那边那个门口 在遥远的英国的温莎小镇 我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国餐厅 然后点了一个 干锅肥肠 第三鲜 还有一个凉拌的猪耳朵 然后一个米饭 然后一壶香片 在这里慢慢喝慢慢吃 是不是很奇妙 我早上洗了头的 头发还没有干 谁都贴在头上 一个月没吃中餐的 还是蛮香的 吃了两块六腹一尝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很正宗 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也挺好的 这个干锅肥肠还可以 那个三鲜还可以 我觉得就这个凉拌的猪耳朵 一般不好吃 但是我也只能吃三分之一 最多 但是我用每一样想尝一下 所以就是眼大肚子小 标准的 三道菜 一壶香片 还有一个白饭 62英镑 我觉得这个物价 比起美国来还算便宜吧 吃完饭 顺着温莎城堡相反的方向 走个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Lelon Walk 既然已经来到了温莎城堡 你已经不要错过这个2.5mm的Lelon Walk 那是温莎城堡中一个不可错过的亮丽的景点 三部其中你会被它的美丽所深深的震撼 它有着尽心修剪的草坪 绚丽多彩的花卉 你真的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你也是能在这里最能感受到英国乡村风情的最理想的地方 喜欢跑步或者走路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在这里跑步或者走路 一条大直线跑下去简直是太美了 可能是我一个人走路的原因吧 沿途碰到了几个游人都要求我帮他们拍全家福的合影 或者是和朋友的合影 我也很乐意帮忙 这个Lelon Walk 大约有一半是在路园里面 就叫Dear Park 这里的路是散仰的 因为是仰的路嘛 所以没有野路那么怕人了 但是它也不会往人对里臭 这条长长的景观大道 如果说不同的季节来会有不同的美丽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来过四五次 还是想再回来看看 走路我是认真的 因为大部分的游人只是把走到前面那个皇宫 后面拍一下这条路 然后拍两张照就走了 我是这样把这2.5英里走完了 你看后面就是雕像 那个地 这个Lelon Walk的后面就是 镜头就是叫雕像 你看我后面那顿雕像 我老公呢 就一大早和朋友去看那个什么 L秀 就是那种飞行表演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兴趣的 但是呢 已经跟朋友说好了 他为了朋友 他是不会管我的感受的 我觉得大部分美观都这样 因为他也为了面子嘛 怎么都觉得 他自己后面说也不想去了 因为太麻烦了 好像打500要300多吧 去一个地方看一个飞行表演 我觉得不是很值得 最后好像是打地士去租了一个车 具体情况我也懒得去问了 反正我也不会为这个事跟他吵架 他也不会陪我 我觉得一个人最终啊 最后都是会面对孤独的 所以要学会面对孤独 我觉得每个人 哪怕你是有儿有女 你最后老公对你也很好 其实很多时候到了最后一段时间 你都是自己一个人 独自的去面对生活 所以我现在从来也不会去吵 也不会去抱怨 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自己享受我自己的 我觉得今天一个人 在这个温萨小镇走一走 逛一逛 自己吃个中餐也蛮舒服的 犯不着为了这么点小事 去吵架弄得两个人不开心 是不是 一个人出来玩玩不是挺好的吗 个人小时候个人的那个开心的旅行 我觉得蛮好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呢 就是到老了 到变老的这个过程中 永远都在学会成长吧 我觉得是学会了个什么 理智的面对生活嘛 也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和老公去吵架 反正最终 他想怎样就怎样 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也管不了他 也不会管他 你不要说老公 就自己的儿女 你也管不了是不是 来回古英尼的路线英国身边周边看的 大概花了有将近两个小时左右 我真的挺喜欢英国的乡村生活的 如果一个人在这里 静静的住几个月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选择 我英国的朋友 我在这里生活十几年了 他说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贵 他说他每周在英国超市购物 七十磅左右就够一个人了 我以后有机会会一个人来住房租一段时间吧 房租大概也是两千五到三千英镑 左右一个月 回到酒店 看到酒店的餐厅 有很多英国本地人和三五个好友 享受传统的英式下午茶 生活真美好啊 很多人 大白 ここ 晚上 晚